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祖 欢迎再次来到史前苏节目 大家想象一下 假如把你空投到亚马逊雨林的中心地带 你能生存多久呢 如果阿祖告诉你 你可能活不过半小时 你会不会不服气 亚马逊河为什么是人类禁区 它到底有多可怕 至今为止人类都不敢开发这里 它浑浊的河水下 究竟隐藏着多少残暴的可怕捕食者 本期视频阿祖就来和大家聊聊 地球上为数不多的人类禁区 亚马逊雨林 认识一下亚马逊河里最顶级的九种恐怖杀手 做好心理准备 咱们这就开始吧 食人鱼 又称为食人鲲 体长30厘米 有多个品种 广泛分布在亚马逊流域里 他们是亚马逊河里最凶悍的捕食者之一 经常成群出没 他们体型很小 但性情非常残暴 嘴里长满了锋利的尖牙 一口就能咬下一大块肉 据称 有人曾目睹一群食人鱼 在短短几分钟内将一头牛撕成碎片的可怕景象 虽然可信度不够高 但有这样的传闻已经足以证明食人鱼的恐怖之处了 被他们盯上的猎物下场会非常的惨 因为食人鱼捕食的时候 通常是一拥而上 轮番撕咬 猎物受伤流血 弥漫在水中的血腥味会让它们变得更加狂躁 用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一般锋利的牙齿 疯狂的撕咬切割猎物 直到剩下一堆骸骨为止 如果我们不小心掉进亚马逊河里 只能祈祷周围没有食人鱼群 不然的话基本是九死一生了 人齿鱼是一种生活在亚马逊河里的奇怪鱼类 又称帕库食人鱼 是巨织里的近亲 这种鱼性情不算凶猛 但体型巨大 体长可达一米 体重可达18公斤 人齿鱼有着和人类相似的牙齿 这一口大白牙放在亚马逊河里 也是独一无二的 它们虽然有坚硬的牙齿 但却是素食主义者 主要以掉落在水中的坚果为食 人齿鱼吃东西的时候和人类差不多 用牙齿磕开坚果的外壳 然后吞食果肉 一种吃素的鱼类 为什么会被称为残暴的动物呢 这是因为它们喜欢攻击男性的蛋蛋 国外就有过两名男子 因为被这种怪鱼咬碎蛋蛋而丧命的报道 至于为什么人齿鱼喜欢袭击男性的当部 至今仍是个谜 巨水狼之里又被称为巨型大豹牙 巨人战斧等 下颚有着两颗巨大且锋利的獠牙 长度约为七八厘米 最长可达十五厘米 这种鱼体格粗壮 可长到一点二米长 而且饭量很大 捕食的时候可以吞下自身重量一半的食物 捕捉猎物的时候 巨水狼之里会用两颗獠牙穿透猎物的身体 手段非常残暴 事实上 它们是亚马逊河里最凶猛的鱼类之一 别看食人鱼平时作威作福 好像非常厉害的样子 在巨水狼之里面前就是个弟弟 巨塔也叫亚马逊巨水塔 是一种水稀食肉哺乳类 原产于南美洲 体长1.5到1.8米 最大能长到2.4米长 巨塔和非洲的平头哥 都是右颗动物 长得很像 而且脾气也一样暴躁 在亚马逊河流域里 它们是食人鱼的天敌之一 巨塔的前肢非常灵活 可以牢牢地握住猎物 捕猎时 巨塔一个猛子扎下去 上来的时候 嘴里就叼着一条食人鱼 然后就躺在水面上 用双手捧着小鱼开始啃 在食物丰盛的季节 一只成年巨塔 每天需要吃掉8公斤的鱼 食谱包括食人鱼 金道夫 甚至凯门鳄 是的 这种其貌不扬的小动物 真敢和鳄鱼摆手腕 凯门鳄虽然是巨塔的天敌 但仅限于在水里 一般体型较小的凯门鳄 上了岸就会被巨塔猎杀 有的时候 巨塔还敢去找 每周报的麻烦 不得不感叹 幼科动物 真的是没一个是怂的 巨骨蛇鱼 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淡水鱼之一 成年后体长2米到4米 体重200公斤 光是看体型就知道 它们不好惹 所谓鱼如其名 巨骨蛇鱼不仅长得大 而且口腔里还有一条坚硬的舌头 硬邦邦的如同骨头 因此它们捕食的方式很简单 张大嘴巴 把小鱼小虾吸进嘴里 然后用骨头一样硬邦邦的舌头 配合口腔 把食物碾碎 亚马逊河里的小型鱼类 包括食人鱼都是它的食物 而且它们的鳞片非常坚硬 普通菜刀根本砍不动 当地人烹饪这种鱼的时候 要用锤子把鳞片敲下来 虽然巨骨蛇鱼 性情不算凶猛 但自身硬件足够出色 甩动尾巴就可以轻轻松松 打晕一个成年人 不过巨骨蛇鱼智商低的感人 且好奇心极强 水面上有点动静 它们就会过来凑个热闹 所以当地人捕捉它的方法很简单 划着小船在河面上弄点动静 等于主动探头凑过来 一棒子敲下去就完事了 大家都知道 鲨鱼一般都在咸水里生存 淡水河流里基本看不到它们的身影 但牛鲨却可以淡水和咸水中生存 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能出入淡水河川的鲨鱼 亚马逊河里就有它们的身影 当口潮水上涨的时候 部分牛鲨会游走进河里寻找猎物 牛鲨的到来对亚马逊河里的鱼类 简直是降维打击 因为牛鲨是一种体型庞大的鲨鱼 体长可达3.5米 体重600多斤 对于生活在亚马逊河流域的人来说 牛鲨特别危险 就像它们的名字一样 牛鲨体型健硕如牛 性格火爆 就连河马它们都敢攻击 更别说人类了 根据国际鲨鱼奇迹档案 牛鲨过去几十年里 共有116次袭击人类的记录 仅次于大白鲨和虎鲨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电脉并不是鲨鱼的一种 从生物学分类上 它们和鲜鱼的关系更近 但这并不影响电脉的实力 在亚马逊河里 电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天敌 河里几乎所有的捕食者 都不敢轻易招惹它 因为电脉从头到尾 布满了放电细胞 这些细胞就像串联的电池 当它被神经信号刺激时 就会释放出强大的电流 瞬间麻痹猎物 而电脉体表外 有绝缘性很高的构造保护 在水里放电也不会电到自己 电脉最高可释放860伏的高压电 就算是强壮的鳄鱼都会被击倒 当地人曾见过鳄鱼袭击鳄鱼 被电的全身抽搐 嘴巴松不开 电脉被死死咬住脱不了身 持续放电直到死亡 最终的结局就是双双归西 黑凯门鳄是凯门鳄里体型最大的鳄鱼 也是现存的陆地最大爬行动物之一 它们体长4.5米 体重500公斤 最大可以长到6米 800多公斤重 在亚马逊河里 几乎没有生物是它的对手 一条成年的黑凯门鳄发怒的时候 能轻松顶翻当地人的独木舟 因此 划着独木舟遇到黑凯门鳄 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好在黑凯门鳄对人类比较友善 很少会主动袭击人类 有的时候 甚至人类拽着它们的爪子不放 它都不会生气 虽然寄生年 在亚马逊河里算不上凶猛的捕食者 但要说 最让当地人闻风丧胆的狠角色 还得是它们 寄生年体型非常小 成年之后体长不足5厘米 是世界上最小的脊椎动物之一 但和外表不相符的是 它们给当地人留下的巨大心理阴影 作为一种寄生鱼类 它游泳速度极快 一有机会 就会钻进大鱼的腮里 吸血为生 它们的腮盖上 有一束束细小的稻刺 可以勾住宿主的血肉 固定身体 尽管如此 体型微小的寄生年 在浑浊的亚马逊河中 其实微不足道 如果没有那袭击人类下体的特殊癖好的话 或许人们根本不会在意它 这种小鱼能带来 最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 它们对尿液非常敏感 人类一旦进入水里 就会吸引寄生年 而且寄生年整体半透明 在水里肉眼很难看见 当地人在水里的时候 经常被它们袭击下体 它们会钻进尿道吸血 一直不肯出来 如果不通过外科手术将它移除 将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当地居民才认为 这种小鱼 是亚马逊里最可怕的动物 好了 今天的影片 阿祖就先分享到这儿了 其实除了以上九种恐怖生物 亚马逊河流里还隐藏着许多 未被人类发现的 大小型危险动物 这也是当地人 不敢在其中游泳的原因 不知道你还知道哪些 生活在亚马逊河流里的 恐怖生物呢 视频下方留言告诉阿祖吧 喜欢阿祖的节目 别忘了点赞加订阅 每天分享一个 关于动物的有趣内容 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